華視五報要開啟NAPS 我要讀出來的 華視五報有四條走馬燈 即是底下斗馬燈 那四條走馬燈分別是地牛翻身 造成新北市的核議廠緊急停機 尚未傳出災害 就是說地牛翻身 令到新北市的核議廠緊急停機 尚未傳出災情 Y航空公司國內的航班迫降於基隆河 造成機身斷裂 多名乘客就受困了 就是一架沒有知名的航空公司的Y航空 這個也很明顯不是真實的 它是迫降或緊急降落在基隆河上 機身結果斷裂 導致有役乘客受困 然後就說板橋車站疑似遭敵人的特工 是縱火和放置爆炸物 是沒有人受傷的 就是板橋車站 台灣其中一個多人坐的車站 是被人縱火和放置爆炸物 但是沒有人受傷 放置的是敵人的特工 大家知道台灣還是誰 最後一個是新北市遭共軍導彈擊中 台北港口有艦艇爆炸 設施受損 這五個都是說災情 以及突發災情 是很特別的 第一個 它現在的底色是藍白色的 即是說如果是災情 如果是突發嚴重的情況 應該是用紅色 台灣也是這樣的 用紅色很大一字 就是垂直一形波幕的兩邊 就打出來 就不在下面走馬燈打出來 下面走馬燈還有主行和副行 都現在主行 或者這兩個直翻 就不在副行上面 用一個比較沒有那麼 eye-catching 即是沒有那麼近的顏色 的藍白色去打出來 真是不知整件事為什麼 會不會有人有心整股呢 但是它在講的四個scenario 就是核電廠受到損壞 或者是基隆河 即是說在一些人口聚集的地方 出現一些公共交通的巨大意外 又或者在一個公共交通系統裡面 有人中火或者放炸彈 甚至乎有導彈襲擊 甚至乎停擺港口的船隻受損 這些情況 在講的 就可能真的是戰時狀況來的 會不會有關當局 其實是故意做一些側面的警告 令台灣人有一點危機意識呢 會不會這樣呢 會不會有另一方面 就是有人會製造恐慌呢 當然在藍營是一面倒的了 甚至說要吊銷華視的執照 就不讓它再播了 即是說這次犯的意外非常重大 也有人說 純粹是一個技術員出錯 是將一些rehearsal 一些本來拿來做一些實習演習的一些 不是公開的一些 新聞部的一些演習用的一些編段 或者一些語句 是不小心錯誤地擺出來 究竟誰真誰假不知 大家在講的四個scenario 包括公共設施受襲擊 包括導彈襲擊 包括在文革密集地區出現意外 包括核電廠受襲 或者核電廠出現意外的事件 可能反過來就要警醒台灣人 其實可能你都需要有危機意識 任何情況都可能會出現 而出現的情況可能就是這種scenario 包括在社會出現了一些破壞 可能有導彈襲擊 可能核電廠會受到損壞 可能甚至乎你的公共交通都有突發情況 不知道台灣人接下來的發酵會怎樣 就是昨天早上發生的 在台灣結果議論了一整天 今天不知道事件會發展成怎樣 會不會有人出來成為責任 或者有一個善後處理的方法 總結來說 簡單來說 希望不要出現這樣的情況 也絕對希望香港不會出現這樣的情況 不要嚇壞大家 因為突然看到這些情況 或者突然看到這些語句 他們的確會很害怕的 他們的確會很害怕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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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